好,我們現在到的是橡樹班 朱莉亞老師的教室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他們教室的主題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呈現呢? 請進 各位爸爸媽媽早安 歡迎來到橡樹班的 盧不知帶著我們 搜尋到長寶圖之後 我們就進行了我們的旅行 所以我們帶著大家來去探險 請看一下孩子們喔 他們設計了他們的童話故事裡面 但是是藏在我們的蘋果樹裡面喔 然後每一個孩子呢 他們精心設計了裡面的蘋果故事 這是他們一起去尋找蘿蔔汁的那個 探險路線的時候 他們去想像他的大蘋果裡面 會出現的故事情境 然後呢 孩子們呢 因為我們去歷險的時候 必須要搭乘什麼? 火車 火車 所以我們就在教室裡面設計了很多的火車 這是孩子們用支援回收的東西 然後搭配上我們的 課程裡面的火車 去設計出來的我們的各種造型的火車 那請問你們還要搭乘什麼交通工具呢? 飛機 飛機 所以我們呢 帶著大家搭到飛機的旅程上面去探險 然後呢 我們在運作飛機的時候 我們是用不同的設計 讓孩子去進行不同的創作 然後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面呢 我們設計營造出有一種探險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地方的層面呢 看起來都會覺得 一直有不同的一個奇遇的形狀 那種感覺 這邊呢 我們還可以進入到他的世界裡面喔 哇 所以呢 這次我們像素要帶給大家的 想像夢萬奇萬之旅的感覺 對 謝謝爸爸媽媽 歡迎你等一下呢 到上面去看我們的表演喔 是喔 大家媽媽媽媽媽揮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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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